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 最近台积电最盛大的活动就是北美技术论坛 这一次公布了台积电3奈米的进度 还有未来的规划以及2奈米目前的状况 另外就是谈到了先进封装未来最新的规划蓝图 到底这一次台积电北美论坛讲了哪些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题目 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盛大的活动 昂的执行长Renee Haas将于5月29日来台湾发表主题演说 这也是Renee Haas自从2022年升任昂的CEO以来 首次来台湾发表演说 这场由外贸协会与昂联名主办的主题演讲 昂的CEORenee Haas将剖析当下热门的科技趋势 例如最近热门的深层式人工智慧 将会如何持续推动运算需求的强劲成长 并且分享Aum如何透过崭新的创新方式来解决一系列极度复杂的挑战技术问题 以确保Aum在这个全球运算的平台上达到最高的效能与最佳的效率 我们知道Aum是全球最大的细致材授权厂商 从智慧型手机消费性电子工业应用甚至是云端伺服器 不论是边缘运算或是云端运算都可以看到Aum的处理器 相信这一场演讲精彩可及一定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Aum的执行长发表演说的时间是在5月29日下午的2点到3点 地点则是在台北军月酒店的三楼活动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左下角的QR Code 或是点选影片下方的资讯栏连结就可以报名哦 这次的活动非常难得报名的观众 除了能够和Renee面对面的接触 聆听产业IP领导者Aum揭露第一手的消息之外 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小礼物 座位有限 欢迎大家立即踊跃报名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深度解析 2023年将为台积电带来哪些挑战 首先我们谈一谈台积电的高阶制程 High End跟主流制程Mainstreet两个产品线 再来介绍台积电3nm制程的5个衍生节点 再来谈谈台积电2nm制程的进度 再来讲台积电的先进封装3D Fabric封装技术的进度 以及3D Fabric联盟跟3D Blocks的标准 最后3D Fabric封装的实力 也就是AMD的MI300处理器 今天我们的资料来源是SemiWiki 上面记录了所有这一次台积电北美论坛相关的细节 值得大家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首先这一次台积电北美论坛就谈到了主要的两个制程 分别是High End就是高阶制程 以及Mainstreet就是主流制程 那么高阶制程在台积电的定义是指10nm以下的制程 主要包括没有使用极止外光EUV光照的N7制程 还有开始使用极止外光EUV光照的N7+,N5、N4、N3 一直到N22nm的制程 此外7nm制程推出N7A、5nm制程有N5A 这两个主要是针对车用市场的晶片做过认证的产品 后面我们会再详细来介绍 主流制程Mainstreet主要谈的就是比较成熟的制程 这里面包含12nm的制程 16nm的制程将会慢慢演进到使用6nm跟4nm还有3nm的制程来取代 这个主要就是台积电要降低它的晶片成本 也就是使用更先进的制程去取代比较成熟的制程 这个也就是台积电跟竞争对手比较的时候 它最大的优势因为更先进的制程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取代成熟制程相对比较高的成本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谈谈台积电3nm制程的5个衍生节点 去年呢我们虽然谈过这个但是呢那个时候台积电很多时程还没有定义下来 这一次基本上都已经定义下来了 其中3nm制程的N3已经在2022年的第四季量产 而下一代的N3E将会牺牲尺寸成全良率效能跟功耗 预计会在2023年的第三季量产也就是今年量产 N3P是制造工艺性能增强的版本预计会在2024年的第三季量产 N3X是超高性能的超频版本预计会在2025年的第三季量产 另外呢会衍生出N3A这个A代表Automotive也就是车规认证的版本 大家知道晶片如果要用在汽车里面必须通过车规的认证 晶片本身包含晶圆厂的良率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早期的版本N3AE这个E代表Early 它预计会在2024年的第三季量产 而N3A也就是量产的版本预计会在2026年的第三季量产 所以这里显示2022年量产的是3nmN3的版本 到了2023年将会量产N3E的版本 它的电晶体密度差不多 但是速度可以增加5个percent 到了2024年呢将会量产N3P的版本 它的晶片密度微幅提升 但是它的速度会增加10个percent 同时2024年会量产AutoEarly 也就是3nm车用的早期版本N3AE 到了2025年将会量产N3X 它的电晶体密度微幅增加 但是呢因为是超频版本 所以速度会增加15个percent 到了2026年将会量产车用的完整版本 AutoReady N3A 同时台积电也在北美技术论坛提到 目前台积电跟竞争对手的竞争 仍然是在3nm上面进行 针对代工客户的Intel 3 仍然在持续的进行中 而三星的3nm被所有的人跳过 台积电呢目前还没有听说 它认识的客户呢 有成功的流骗到三星的3nm 所以呢整体而言 台积电的3nm制程是持续的维持领先 接下来就谈到台积电2nm制程的进度 N2的制程量产目标是2025年 从此会推出2nm的衍生版本 N2P跟N2X计划在2026年推出 N22nm制程会使用奈米片电晶体 它的性能呢超越了台积电技术目标的80% 意思就是说目前的进度呢 在性能方面已经可以达到目标的80% 同时展示了出色的电源效率 还有更低的电压 意思就是呢它比较省电 而且非常适合半导体行业的节能计算规范 那么台积电呢是在流行的 按A715处理器的核心实现2nm制程 同时用来衡量晶片的性能功耗跟面积 也就是所谓的PPA Performance Power跟Area 跟3nm的N3E21棋片 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 在3nm制程里面呢 可以排列组合 三个棋片对两个棋片 或者两个棋片对两个棋片 或者一个棋片对两个棋片 分别称为32FIN 22FIN跟21FIN 那么2nm的制程呢 是跟3nmN31的21棋片 这个是3nm制程里面的高密度 低功耗的标准单元来相比较 在相同的功率下呢 实现了13%的速度增益 或者呢在大约0.9V的工作电压 实现了33%的功率降低 所以呢台积电是拿2nm的制程 来跟3nm里面呢 高密度低功耗的电晶体做比较 发现它具有非常好的实验数据 再来呢就谈到台积电2nm的 背面电源导线技术 作为台积电N2技术平台的一部分 背面电源导线 在台积电称为Backside Power Rail 在基础技术之上呢 可以提供额外的速度跟密度提升 背面电源导线 主要是适合高效能运算的产品 将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上市 它呢可以减少导线的IR压降 跟信号的RC延迟 将运算速度呢提高10到12%以上 通过正面可以分布更多的导线 将逻辑面积减少10到15% 这边我们引用Intel的图片来做解释 台积电的背面电源导线 实际上在Intel称为PowerVR 意思是说呢台积电 Intel三星呢在2奈米制程都会使用相同的技术 主要就是在电晶体的上方有多层的导线 而这个多层导线呢里面有蓝色的讯号线比较细 绿色的电源线 而这两种导线靠近的时候就会产生讯号的干扰 特别是电源线当大电流通过电源线的时候 因为安培右手定则会产生磁场 而这个磁场呢会感应隔壁的导线产生电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干扰 当制程大的时候这个干扰就不明显 当制程小到2奈米以下的时候 这个干扰就会很明显 多层导线的分布有许多瓶颈 不能靠得很近 这个时候就很难提升电晶体的密度 因此2奈米制程必须使用背面电源导线 各位看到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3奈米制程 它的基板是细晶圆 绿色的是电晶体 黄色的就是导线 其中比较细的就是它的讯号线 比较粗的是它的电源线 所有的导线放在晶片的正面 但是当电晶体缩小到2奈米以下的时候 就必须把电源线搬到晶片的背面 变成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的电晶体是绿色的部分 讯号线在电晶体的上面 而电源线在电晶体的下面 也就是背面 所以称为PowerVR或者是背面电源导线 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元件的生产困难度非常高 主要是因为电晶体是单晶原子排的很整齐 而导线是多晶原子局部整齐 蓝色的这个绝缘材料 使用的通常是塑胶材料 Low K 这种材料是非晶原子排的乱七八糟 因此我们是不可能先做电源线 跟塑胶Low K材料 在上面成长单晶的电晶体 因为多晶跟非晶的原子混乱 我们没办法在原子混乱的基板上 长出原子很整齐的电晶体 因此这个晶片的制程 先在单晶的细晶原上成长电晶体 成长完之后 在晶片的正面成长多晶的导线 跟非晶的Low K绝缘材料 接下来把这个晶片呢 粘到一个零食载板上 同时把晶片背面磨掉 必须磨到只有几百奈米的厚度 保留电晶体之后呢 再把晶片翻过来 成长电源线跟Low K绝缘材料 整个制程的困难度非常高 因此目前台积电 三星跟Intel仍然在开发当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 两奈米制程使用的是 奈米片Narrow Sheet 它跟骑士厂销电晶体 FinFET不同 它呢不是一种开源的技术 因此这种设计 跟它相关的生态系来说 目前还是很大的挑战 台积电呢 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优势 同时台积电也提到了 在两奈米的奈米片电晶体之后 会研发哪些内容 相关的细节呢 将会在今年的 国际电子元件会议 IEDM上呢 提供更多的讯息 根据台积电的简报 各位可以发现呢 3奈米是使用 骑士厂销电晶体FinFET 各位现在看到 左边的跟右边的 分别是NMOS跟PMOS 所以呢合起来就是一个CMOS 那么到了2奈米呢 会使用奈米片 Narrow sheet的结构 左边跟右边 分别是NMOS跟PMOS 组合起来变成CMOS 而到了1奈米将会使用 互补型的厂销电晶体 CFET 它的上面是NMOS 下面是PMOS 所以等于把左右两个电晶体 变成上下堆叠 就可以增加电晶体的密度 到了下一代 红色的部分呢就会改材料 所以他说Beyond Silicon 可能会使用2度空间的金属硫化物 也就是2D的TND 包含硫化污 硫化木 或者是锡化污 这一类的二维材料 甚至是奈米碳管 CNT 这两个材料 我们过去都曾经介绍过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根据国际电子元件会议 IEDM的3奈米将会使用 歧视厂销电晶体 FITFET 这一个图呢 只代表NMOS 所以呢旁边还有一个PMOS 到了2奈米将会使用 奈米片Narrow sheet 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只是NMOS 旁边还有一个PMOS 接下来可能会使用 Folksheet的结构 把PMOS跟NMOS靠近 同时间隔开来增加电晶体的密度 到了1奈米以下呢 会把NMOS跟PMOS放在上面跟下面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互补型厂销电晶体CFET 因此电晶体的架构 会从原本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厂销电晶体MOSFET 演变成立体的 歧视厂销电晶体FINFET 并且再次转变成 奈米片厂销电晶体Narrow sheet 排气垫呢 还会再将垂直堆叠的NMOS PMOS组合成 互补型的厂销电晶体CFET 也就是未来1奈米以下的电晶体结构 视为未来关键的技术架构选择之一 到了1奈米以下 将会开始发展2维的金属硫化物TMD 甚至是奈米碳管CNT 这一类低维度的材料 台积电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可以实现进一步的尺寸缩小 接下来这一次的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 就谈到台积电3D Fabric封装技术的进度 3D的先进封装分为细晶片的堆叠 3D Silicon的Stacking 跟先进的封装Advanced Packaging 3D的晶片堆叠也就是台积电的SOIC技术 称为System on Integrate Chips 而晶片堆叠分为两类 一类是SOIC的P Pumped跟SOIC的X Pumpless 也就是含有金属图块 跟没有金属图块的两种堆叠方式 而先进封装的部分 又分为CoAOS跟Info两种 其中CoAOS分为CoAOS S 含有细中介板 Silicon Interposer跟CoAOS L跟CoAOS R 这个是使用导线重布成RDL的中介板 而Info又分为Info的POP Info的2.5D跟Info的3D 这三种技术 其中POP是Package on Package RDL是Redistribution Layer 就是导线重布成 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 首先谈到晶片堆叠晶圆堆叠基板 CoAOS Chip on Wafer on Subtract 这个就是CoAOS的先进封装 其中垂直的晶片堆叠就是3D封装 刚刚说过分成Bump的 也就是含有金属图块 跟Bumpless就是没有金属图块 而中间这个细中介板 它里面的导线尺寸大于1微米 而下面的导线载板 导线尺寸大概是大于10微米 而下面的外部金属球 它的尺寸大约大于100微米 红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MicroBump为图块 下面的图块称为SolderBump金属图块 这一次台积电针对需要堆叠的高效能运算HPC 也就是这个处理器 跟高频宽记忆体HBM 也就是右边这个记忆体 台积电已经支援来自超过25个不同领域的 140多种CoAOS产品 所有CoAOS解决方案的中介板尺寸都在增加 也就是中间这个细中介板越做越大的意思 因此可以堆叠更先进的处理器和记忆体 满足更高的性能要求 目前台积电正在开发一种解决方案 具有高达6倍光照尺寸 这个细中介板因为越做越大 所以呢面临光照不够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台积电正在开发高达6倍光照尺寸 大约是5000平方毫米 相当于70毫米乘70毫米 也就是7公分乘7公分 非常大的细中介板 这样就能够容纳12个高频宽记忆体HPM的堆叠 意思就是未来不只是导线载板越做越大 连细中介板也越做越大 这样才能堆叠更多的晶片 这个就是先进封装发展的趋势之一 接下来我们看整合散出型封装 Info Integrate Fanout 对于行动装置的应用 从2016年开始台积电就开发Info POP 是用在高端的行动设备 也就是手机的处理器晶片 大家要记得Fanout这种技术 基本上都是用在小型的晶片 所以手机或者笔记型电脑 是最适合来使用 并且可以在更小的封装尺寸容纳 更大更厚的系统单晶片 对于高效能运算HPC的应用 这种无机版的Info M 可以支援高达500平方毫米的小晶片堆叠 适用于对外形尺寸敏感的应用 意思是说呢 这种没有导线载板的整合散出型封装 它的尺寸越来越大 未来是有可能应用在高效能运算上面 同时这一次台积电也谈到3D细晶片的堆叠技术 其中这个SOIC-P它是基于18-25微米间距的微凸块堆叠 就是刚刚讲的Micro Pump 它适用在对成本更敏感的应用 也就是便宜的产品上 另外一个SOIC-X它是基于无凸块 Pumpless的堆叠主要是针对高效能运算的应用 在晶片上晶片堆叠具有4.5到9个微米的间距 目前已经在台积电7奈米的制程上面量产 而这种SOIC的3D晶片堆叠技术 可以进一步整合到COAS跟Info的传统附金封装里面 因此3D的先进封装包含前段的3D细晶片堆叠 SOIC-P跟SOIC-X可以应用到后段的先进封装 COAS跟Info的封装里面 上面就是COAS的技术 系统单晶片SOC可以直接和记忆体一起堆叠 在细中介板上再堆叠到导线载板上 而系统单晶片本身也可以是多个晶片 垂直堆叠的SOIC技术 再跟记忆体同时堆叠在系统介板上 再堆叠到导线载板上 而Info POP基本上就是把不同封装堆叠起来 所以左边是把记忆体跟处理器上下堆叠 而右边也是把处理器记忆体上下堆叠 但是处理器本身可以是3D的封装 也就是垂直堆叠好几个不同的晶片 另外这一次的北美技术论坛也谈到3D Fabric联盟 跟3D Blocks标准 在台积电去年的开放创新平台论坛上 台积电宣布成立新的3D Fabric联盟 也就是把所有需要3D先进封装的供应商跟客户 全部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盟 这样可以扩大合作的范围 这个是继细致材IP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设计中心联盟 DCA云端联盟 Cloud跟价值链聚合联盟 VCA之后的第六个联盟 所以3D Fabric联盟是第六个联盟 它的目标是促进下一代高效能运算 跟行动设计的生态系统协作 所以我们帮大家整理了台积电的开放创新平台 OIP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包含六大联盟 第一个是细制裁联盟IP Alliance 主要就是让所有提供细制裁的供应商加入这个联盟 彼此互相合作提供客户相关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是电子设计自动化联盟EDA Alliance 主要就是提供集体电路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相关的供应商 再来还有设计中心联盟 DCA Design Center Alliance 云端联盟 Cloud Alliance 价值链聚合联盟 VCA Value Chain Alliance 最后就是先进封装3D Fabric联盟 最后这一次北美技术论坛谈到了台积电的3D Blocks开放标准 它主要是实现随机存取记忆体和台积电的逻辑运算之间的紧密协作 同时能够将基板测试合作伙伴来导入生态系 这个是业界首次加速电子设计自动化 还有互操作性的3D封装3D IC设计标准 所以台积电的3D Blocks开放标准 主要就是加速先进封装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以及开放所有标准给所有的合作伙伴 客户甚至是晶圆代工厂 这样才能把不同客户 不同合作伙伴 甚至是不同晶圆厂生产的晶片来进行3D封装的堆叠 因为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 所以参与的厂商包括 ANSYS、CADENCE、SIMENS跟Synasys 基本上都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的大厂 所以从2022年的10月开始 进行3D Blocks 1.0的开放标准 到2023年的4月 目前已经演进到3D Blocks 1.5 主要是针对Bump 也就是图块的部分来进行合成跟定义 到未来2023年的9月将会进入3D Blocks 2.0 主要是要进行设计规则的定义 以及灵活的小晶片封装 目前已经完成的是3D Blocks 1.5 它是一种开放标准设计语言的最新版本 主要是降低3D IC 也就是先进封装设计的门槛 增添自动的图块合成 来帮助设计人员处理 具有数千个图块的大型晶片复杂性 大家想象一下要堆叠大型的晶片上面有数千个图块 到底该怎么设计 因此需要工具的协助 并且可能将设计的时间缩短到数个月 目前正在开发的是3D Blocks 2.0 希望能够实现系统原型的设计 还有设计重用的技术 换句话说将来的先进封装设计过的堆叠方式 可以重复使用 目标是今年下半年能推出 最后台积电展示了AMD的MI300这一颗处理器 总共堆叠了13个不同的小晶片 里面包含中央处理器CPU 还有图形处理器GPU 使用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 同时利用3D堆叠的方式 它是AMD超维公司下一代的Infinity Cache技术 同时也是第四代的Infinity Fabric 晶片通讯技术 AMD把这一颗晶片称为APU 加速处理器 从测试的数据发现 MI300比起前一代的MI250 它的人工智慧运算效能增加了8倍 而每一个瓦特的运算效能也增加了5倍 这个是先进封装 把不同的处理器堆叠在一个细中介板上所产生的高效能特性 大家想象一下传统的处理器跟记忆体分别在印刷电路板上 所以通讯的距离非常遥远 运算效能当然就不高 当我们把所有的处理器利用细中介板跟导线载板全部堆叠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记忆体跟处理器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的通讯距离大幅缩短 可以让晶片的效能大幅提升 这个是先进封装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 今天我们就很简短的带大家看台积电2023年第一次的北美技术论坛 谈到了3nm还有2nm的技术 以及先进封装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于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 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